感動驚險就是這位高山的攝影家 在玉山北風突然高山鎮發作了 當時天候相當不穩 直升機根本是沒有辦法來起飛 而警消人員是徒步一路走 走了這個15公里陡峭的山路 從玉山的北風把傷者背到了塔塔家 強風差點把人吹下山 還有落石不頓 攝影家在玉山北風高山鎮發作 警消上山救援 背傷者徒步救下山 爬過了陡峭山坡 在強風吹息之下 還有落石不斷的滑落十分的驚險 大火的腰上得緊緊保著安全索 避免被風吹下山 行進高山林地一路下坡 由於山路泥泥 一不小心就會往下滑 加上了傷者疑似併發了沸水腫 一路上得不斷給予氧氣 才能夠保證安全 救援小組從玉山北風到塔塔家的登山口 崎嶇的山路全長15公里 花上了8個小時才能夠走下山 總算平安把傷者給救回來 在風口下面那個風非常大 那我們救援人員一度有好幾個 有跌倒的 跌倒的狀況 高山鎮發作的攝影家余蓉清 被緊急送進的醫院急診室裡頭 還有除了呼吸急促之外 身體的狀況已經穩定了 多虧22輪組成的警消救援小組 不怕辛苦和摔下山的危險 大火能流邊山者下山 讓這名高山攝影家 總算能夠平安活久 中文新聞周大祥南投報導 中文新聞周大祥南投報導 他的 大祥南投放 到